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y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 十万粉丝回退视频的续集 就是跟创业相关的这些故事 因为我们平时听这种成功的故事比较多 但是失败的那种教训 其实挺难听得到的 尤其是可能你很少会听到 正在创业的人 然后就在这儿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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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创业故事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创业将近三年了 不是说要给大家指导 给大家建议 我就是聊聊我自己创业 和我身边的一些故事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这其实在我上一期 那个讲那Facts About Me的视频里面 讲得更详细 所以我就不赘述了 我自己是在国内长大的 大连土生土长 然后呢09年开始上本科 在北大读的经济和金融 然后之后在各大读了一个 金融数学的研究生 然后毕业之后 我加入了JP Morgan 然后在JP待了三年多吧 然后出来开始 现在开始创业 创业这个公司呢 叫做Alfred邦 是一个求知在线学习平台 说白了就帮大家找工作 教大家怎么找工作的 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经历 就我先说从创业最开始吧 最开始最开始 一般都是先有一个想法 对吧 就是我们到底想干点什么 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听到那些大公司的想法 你就觉得哇塞 好make sense呀 比如说微信对吧 两个人聊天 在线聊天 再比如说像淘宝 或者说Amazon 那不就是把那些商品放宝上卖 但是其实你要真是 放到自己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让我想一个创业的idea 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这些idea 可能90% 95以上 都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商业化的 这种怎么说呢 比如前几年 咱们看到有一些那种 O2O的案例 就是说上门干这个 上门干那个 比如说我上门给你洗车 或者上门没假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个事 就是专门要找个人 上门去给你洗车 拿着各种设备 时间成本 各方面成本 你要额外支付这么多钱 让人上门给你做这件事情 它可能就不一定那么make sense 那我还不如自己把车开出去洗的 反正也不是很麻烦 所以比如说我们如果从供给需求 或者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 它可能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下 就不一定是一个特别适合创业的想法 虽然一开始你也觉得 哇塞 这想法好好啊 因为创业的时候 你经常会 哇灵光一闲 这事好好啊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它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 拿我自己举例 其实我最开始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当时想解决的呢 就是留学生找工作 会有各种困难嘛 然后呢 市场上没有特别好的这种资源 所以我当时就想 那我弄一个平台 对吧 然后我让有经验的人在上面当导师 然后学生如果说有需要 就可以直接来跟导师咨询 你说这个想法多好 平台真的是一个很难搞的事情 尤其是以我当时第一次创业的那个经历吧 就首先啊 供给端 这些导师你要怎么去管理 要招募 招募有成本 管理有成本 验证有成本 各方面都是成本 然后平台本身运营也有成本 你说你从中间抽多少钱 抽多了 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太make sense 抽少了 你这平台又运营不了 然后需求端 怎么让求职者知道 这个东西对它有帮助 让它再上来 就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反正弄到最后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work了 所以我最后也是转型了 所以说到底啊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想搞的这件事情 我们想解决的这个问题 它到底真的是一个真需求 还是说是一个 包裹着美好想法 但其实并没有付费意愿的 一个假需求 这什么意思 说真需求 就是它的盈利模式 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有人愿意为它付费 但是这个量大没大的 说让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 足够能run起来 对吧 就是要么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有价值 有人愿意给它付费 这OK 或者就像现在很多这种 互联网的模式 羊毛出在猪神上 对吧 你有足够大的量 大到能有 比如说能做广告 或者能有其他的一些盈利模式 如果很难达到这两者的话 它这个可能最后 就不一定能work 当然我说的这种 一般就是说 模式上的一些创新 如果说你有一个 特别新的技术 或者你赶上了 某一个新的浪潮 比如互联网时代 一下叮叮叮叮 可能区别出来是真需求 还是假需求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对这个产业 或者对这个行业 有没有足够深的了解 那么就是 我们得是一个资深用户 比如说你要想 替宅男解决什么 那你就得是一个 对吧 肥宅快乐 这样的话 你能深刻的理解 他们的需求 才有可能 能研究出来这么一个产品 那么你认识 深耕行业多少年 像之前我们讲的一些 创业的例子 老元对吧 Zoom 深耕行业14年 再比如那个James Dyson Dyson的创始人 之前也是 就搞那种发明创造 你像Lululemon的 那个创始人 薯片哥 Chips Wilson 他也是 之前就是做那种 运动服装品牌的 那还有人就问 说那我能不能 我现在有一个 特别好的想法 我可以去融资 对吧 这样有人给我投钱了 然后我再去创业 团个团队 把这哥们都叫过来 然后一起开始干 这种想法的哥们 我个人感觉 你想的有点太美 你想的资本 对吧 他们投资 他们都是为了赚钱的 他怎么可能 在一个idea 还完全没有一个 支撑的情况下 就可以愿意 把钱投进去呢 而且尤其是现在 已经完全不是 像1415年说 我拿个TBT 去画个大饼 然后就有人 给我投100万的 天使融资 我就开始干了 那时候 那时候对吧 双创啊 钱多 大家很多投资机构 他必须把这些钱 投进去 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 那么一个时代了 钱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经过了那几年 很多画大饼的公司 都死了 2VC的公司都没了 那这些投资人 现在肯定也是 越来越谨慎 一般情况下 他们也得看到说 OK你已经做了一些努力 做了一些工作 你看到了市场上 有这个需求 就是叫traction 已经看到了这个 然后现在需要钱进来 你就能run起来了 对吧 他们一般也投这种项目 那种说 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就想去融资的 壮实请三思 我当时其实已经辞职出来 开始干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当时 大家都融资 然后我也想说 要不要去融资 然后我就画了一个PPT 我也是画了好几天 在那个Canva上 下了一个模板 弄得可漂亮了 然后我就给那些 有经验的 做投资的朋友去看 那真的是 剔头盖脸一顿 骂你这个市场怎么不对 你size怎么不对 你的模式怎么没想清楚 你这你拿的 我就觉得 这事是不是要做不下去了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 当他们给你指出来 一些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确实是 你自己知识上的一些盲点 就比如说 因为我说 我做平台转型了 其实当时就有很多投资人 都在challenge说 你未来这个成本和收益 能不能算明白这笔账 但当时我就一腔热血 我说这个能行啊 怎么怎么样 但最后事实也证明 反正我是没弄起来 我一开始 最开始融资 是我去开始参加各种活动 就是有点像 你要找工作的时候 要去networking那种 当时就参加了 MIT的一个校友活动 然后当时那里边 就有一个投资人 他看我这个项目 感觉好像有点增长 还挺有意思的 有一个天使投资人协会 叫New York Angels 就把我带到那边去 让我去做pitch 我第一次 当着那么多人面 pitch底下四五十个 都是挺有经验 天使投资人 而且里边好多都是 自己有创业经验 然后我当时 也是很青涩的一个小姑娘 就站自己站着 拿一边就在那脚 其实我那两个底下 那两个腿 在那里的色色巴抖 不过最后也确实 就也没容到 失败了 失败就失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非常紧张的 这个小故事 我在创业之前 我经常听的一个podcast 叫做How I Build This 每次我听了 它都热血沸腾的 那里边都是讲 大家创业成功的一些经历 但是无一例外的 每一个人 都有那种难道 要做不下去的时候 都遇到了 特别特别多的困难 然后尤其是那种 前期需要资金量 比较大的项目 那这里头 最大的困难就是融资了 我看的有一个例子 就是The Muse 一个网站 它的创始人叫Catherine 她就是去融资 然后收到了148次No 早餐咖啡是No 早餐是No 午餐是No 下午茶是No 咖啡是No 晚餐是No 就整天全是No 最后就在149次 有人愿意给她投资 有人愿意支持 她的这个事业和梦想 而且我自己 就这么慢慢走下来之后 我就慢慢意识到 其实不是所有的business 都适合去融资 像我们刚刚说 资本她喜欢那种高增长 就是这个idea已经验证好了 只要钱一进去 就蹦的一下 就要炸了的这种产业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平时看综艺 你能看到很多那种 在线教育 那就说明 有很多资本都注入了 打广告对吧 你看什么 原辅导 作业帮 高途 清北网校 数不胜数 就一个劲砸钱 给你不停的cashback 让你去用它们 其实就是想在初期 能把市场给抢占了 因为互联网 我们知道 经常说721 就最大的那头 可能能拿走市场 70%的份额 他们如果一开始 能把用户都吸引过来 能把这个市场抢占到了 拢不垄断不说 就最后的收益 就会拿到很大的一桶 这种 就一般是资本比较青睐 那你比如说 如果假设一个business 它是很难去复制 或者很难去scale 但是会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 那这种可能 就不一定适合融资 就比如说 我是个特别优秀的厨师 我想开一家餐馆 那可能本身 我做菜很好 这个餐馆本身运营 就有现金流 但是我要想 再找几个厨师 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规模化的东西 因为像我这么优秀的厨师 哪那么好找 对吧 这事就不是那么好办的 所以像这种事 可能就不一定需要融资 我自己也pitch过一些 中国和美国的投资人 还有一些区别吧 我就pitch 国内的投资人的时候 他们经常跟我说 最大的几个问题 第一 你市场的size有多大 想看这个市场的size 蛋糕够不够大 第二就是 你的护城河是什么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如果有一天 阿里想做这个事 腾讯想做这个事 你凭什么 就能干得过它 这个问题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凭什么干不过 那你说阿里和腾讯 要是都想干你了 那说明你眼光也挺好的 对吧 你看的至少是个 还挺优质的赛道 退不假 他们是自己 再砸钱来做这个事呢 还是说他们给你买过来 更划算了 对吧 其实他们也可以算算这个账 美国的投资人配置吧 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 你未来要怎么增长 最近的发展 就基本上不太会考虑到 说有一个巨头 突然就要干死你了 因为国内前几年 也是钱比较多 就当出现一个风口的时候 又市场又比较新 所有人就呀 就是这个财狼 财狼虎豹就都冲上去了 所以就是也是更凶残一些吧 其实这几年 慢慢也好一些了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 对创业者来讲 更有利的一个局势 当我们说创业的想法 创业资金 那之后可能还有 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这个团队 其实也有挺多小伙伴 有问Lindsay问题 就是说创业 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合伙人 那这个问题 肯定答案是不一定 我个人感觉 你可以看看 自己的business的模式 这里边需要的一些 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你看看你有什么 千万不要说 几个兄弟玩得很好 所以就大家一起 创业挺酷的 然后就大家一起开始搞 就感觉有点抱团取暖 就包括像之前YC YC就是在加州那边的 一个加速器 他们就有说到 就是他们那边看到的公司里头 50%以上 创业公司最后做不下去的原因 都是因为co-founder不合导致的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团队最开始 最初期的那几个人 大家一定得是 怎么说志同道合 然后得信念一致 因为就好像几个人 是几只有梦想的咸鱼 就是你平时 看看远方的梦想 然后低下头来翻头翻头 然后再看看远方的梦想 然后再低下头来翻头翻头 如果大家没有那个心力 没有那个劲儿 你可能没有地气 整天在那翻腾 因为创业真的很多很多 很琐碎的事情 比如说有人问我 有没有坐着坐着感觉 太难了 这个事做不下去了 我不干了 我要不还接着回去做金融吧 你说这种时候肯定是有 我一开始 我刚才说我想做那个平台 我们花了好几个月 把平台搭建起来了 整个流程都走通了 前前后后经过了研发 经过了需求调研 经过测试 就感觉马上大功告成要上线了 而且你看这多好的一个想法 对吧 这边供给需求 都互相都很需要 我们只要一上线 那这用户还不是噼里啪啦就来了 你当时以为 这不会量太大了 我们服务器要crash了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网站 Google Analytics 好 上线了 零 一个人 零 一个人 怎么了 哪不对了 这平台也没问题 为啥没人来呢 你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沮丧 几个月的心血感觉 这种例子还不是一次两次 就比如我之前 我就有说我要去办一个这种线上的公开课 就给大家讲嘛 我聊了那么多学生 我非常知道这些信息 就是找工作一些很基本的信息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要搞一个这种公开 那肯定大家都觉得还是免费的对吧 它肯定就都来了 结果我就宣传宣传宣传完 到最后一上线上 一看 就那么几十个人 你说怎么就推不出去呢 就是你哭吗 没有人来帮你 没有人听你哭 你只能赶紧赶紧拍拍屁股 赶紧起来接着干吧 还有bug要修呢 这种东西真的是不能拖 越拖事越大 比如一个用户 他今天不满意来找到你了 半夜十二点 你看着这个东西了 你怎么办 你拖着 明天他只会更不满意 你只有更大的难题需要解决 所以赶紧起来打电话吧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就不像在大公司 大公司里头 你说今天看到了什么事 放着吧 说不定明天什么什么部门 就给解决了 然后你在大公司有时候 还学会了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技术 叫做甩锅 我最开始在公司 我刚去工作嘛 还挺nice的一个小姑娘 也是比较青涩 人让你干点什么 你说好呀好呀 就什么最后 然后就谁什么东西都给你干 慢慢你就发现 原来这项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做startup的时候 你甩给谁对吧 甩到谁那 最后都是你自己的活 所以那就只能是开始干了 我觉得好像在创业里边 其实很多情况下 这个执行 就是execution 它比那个想法还要重要 就我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跟别人聊 我说 别人问我做个什么事情 我说我在做这么个事情 然后其实我听到很多 说我也有这么个想法 但其实很多人都这么想 但最后真的能 落到实地上的人 其实真的是少之又少 我刚才说团队 说到了执行 不过其实真的 我个人感觉执行 在整个创业过程当中 是最难 也是最重要的 你看刚才我 偷偷偷偷讲了 那么一大堆东西 都是在执行过程当中 会遇到的这些问题 所以这也是有的时候 有的朋友问我 天天怎么老乐呵呵的 我觉得谁没有仇事 对吧 其实创业那 杂七杂八事多了去了 但是你慢慢地发现 遇到事怎么办呢 你没什么别的办法 就是干的 对吧 那想法再美好 最后你不干 就都是啥玩没有 所以就是创业 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故事和感受吧 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想创业 那我觉得就 都干起来的对吧 不妨一试 2021年都到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 我们就接着 什么事